好的 主播觀眾 籃球迷真的很幸福 因為他們又可以在台灣看到NBA球員了 曾經四度入選全明星賽的Demarcus Kasset 他重磅加盟了T1台皮永鋒雲豹隊 而今天就是他在雲豹的主場 迎接第一次的首秀了 球迷們也都非常期待 非常興奮啦 因為我從98年就支持國王隊到現在 然後表弟那時候在國王隊的時候 也非常的喜歡他 好 其實Demarcus Kasset 他跟雲豹是簽下一個月的合約 不過他的行程非常的滿檔 18號禮拜四的晚上才抵達桃園機場 19號第一次加入團隊的訓練 20號就要迎接他在台灣的第一場比賽了 不過隊友們都非常肯定他的經驗態度 也說他的實力還是不容小覷 我們來聽一下稍稍訪問 我覺得我應該是全台灣最賺的球員 因為球上我覺得他非常的專注 然後即便是那種我們只要用 五六十六七十的那種跑動的方式 他都會很用力或是感覺很想把每一球放進 就是昨天在練球的時候 就看他自己在投籃其實就是 當然也非常準嘛 然後但是我們在練對打的時候 其實他不只他的個人動作 他得分技巧手段很多 但他其實在視野這部分其實也都很好 所以他其實傳了 我們在昨天練球他也傳了很多非常棒的好球 台平永鋒雲豹在他的加入之後 可以找出什麼樣的成績 還有到底DMarkus Kazen他的實力如何 油箱內還有多少油呢 華視會繼續為大家掌握 我們時間交換一個篷內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